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这个杠里面就是洗一下就行了 那边的尖动不动也都无所谓 你看你动它也是这样 动也是这样 是吧 没有筋 切成段 这样抹刀斜的这个段 这抹刀段 有不少人说我不这么改不行 我这么切不行 行 也可以 这个呢要求洗一下 这样 放到肉勺里 干面豆角 里面配成点小柚丁 把这个皮给它去掉 切成丁 小丁啊 大黄豆似的 就可以了 有的人做呢 拿刀剁不剁吧 也行那也可以 大致十五六个粒就行了 你看这些 十五个粒我这还多了呢 多点多点吧就这样 十五个粒你自己查就行 看下这个啊 我这下面放个碗 上面放个漏勺 我给这个倒里头 因为啊我这刚洗完 还滴着水呢 你用这漏勺呢 往下滴滴水 然后呢再往锅里下 现在这个油温呢是六成热吧 来过来咱们看一下啊 先这么试探着下 拿着勺子哈 慢慢看啊 这个现在呢 炸制有一分钟了 炸制到什么程度未好呢 是吧 大家伙得知道 说炸到起白泡啊 一会儿我告诉你 说刚才我一下锅呀 哇是崩啊 说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让它崩啊 有啊 把豆角呢 洗完以后放在控嘴 控了一个半小时 是吧 顶着没有嘴巴了 或者呢 你刚洗完的 你拿你那个家里的麻布 擦一下吧 擦一下以后 再那个改刀就可以了 下锅也不崩啊 看看 现在打好了 现在来个特写镜头 进那看 啊 接一下看 你看它点是起白泡了 这就行了 朋友们看一下啊 加些油 不要太多 做这个菜呢 要在四川呢 严加是 你们还要放鸡片酱 咱们这个东北人 做的要放鸡片酱 或者放豆豉的 炒 有那么做的啊 我这个家常把没那么做 这个肉丁炒至现白 大点火好炒啊 让那个里面那个肥油啊 肥油里面的油能处了点 那效果就最好了啊 现在就处来了 这才香啊 然后再花椒 大料 葱姜 蒜头下锅 做这个豆豉呢 在老家呢 做这个 他有把这个豆豉呢 抖一下粉的 抖一下粉 炸的啊 做法各种各样啊 葱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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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儿 豆豉 葱姜 油 干香辣 石头 喝酒好菜 好了 有什么需要网上给我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